好 還要來看看台灣版中泉小巴的故事 花蓮民泉里附近的一個社區有一隻狗狗 他的名字呢 叫做阿良 原本四祖是當地的前里長 但是過世之後 家人搬離了花蓮 卻是沒有帶走他 讓阿良就此苦守在老家門口兩年的時間 孤零零的模樣 讓民眾看了覺得相當心疼 而他思念主人的情誼也讓人鼻酸 阿良呢 我們要去換地方好了 黑白毛色狗狗阿良住在紙箱裡 貓坦衣物全是里民提供 也看氣溫最近降到十幾度 里長趕緊將阿良帶回家 過年期間天氣非常寒冷 我非常怕狗會發生不幸的事情 然後還好這些里民都非常喜歡這隻狗 阿良會住在紙箱不肯走 全是因為思念主人之情 原本他是花蓮市民權里附近社區 某位已故前里長所飼養的 但里長過世後 家人搬遷台北 卻沒帶走阿良 阿良就像是台灣版的中泉小巴一樣 就此待在家門口怎麼都不肯走 對啊 那個狗沒有人家養了怎麼辦啊 看他很可憐 到那邊叫怎麼辦 去我們家 因為主人回去了台北 他就一定要回來這裡 對 阿良這麼一待就是兩年多 一旦有人想安置 他總是會回到原處令人心疼 希望能有愛狗人士給阿良一個歸屬 再次獲得主人疼惜照顧 記者成金燕花蓮報道 以在何地方 Spiel